去去灌了 呃纯土豬的这个肉去灌的吗 完了以后呃是一般做的都是 呃 三分肥七分瘦 但是哎呀 都没什么可以交代你的 乖不好意思了 哎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挺好了 还没吃过这么珍重的香肠拉肉 你们经常在外面的话是 是很少人 很少人买到的 可以说你都买不到 可以说你在外面都都买不到 但是你你你你也是四川的是不是 你是四川的你回来的话能买到的 你回来的话去呃 不但那种四川的大城市也买不到 你去四川的就是就像我们这些小集市上去的话 很多就像我们门户很多都会 你去摆地产卖的 哦 就以前我也是卖菜的时候 我也是会偶尔带点蜡肉去卖 摆地产去卖 但是我们拿去街上去卖的话 我们也是要卖 然后卖到就是说最最少是我们卖到十多 各各都买了 哎你们又没想过说把这辣肉先才卖远一点啊 我觉得这种呢 这种辣肉的话 来来都能受销吧 嗯 我说我以四十块钱您你那什么你能弄到其他大城市去大城市 你说卖八十 你别说卖八十了 你卖个七十都不得了了吧 农户农户不卖四十都不愿意不愿意卖给我 那我们家自己家做的又不多 也是 说四十能辣户要么 要么他他会问你你能出多少钱 那我跟他说能 我跟他说要是出能出能四十他笑话你 要么他就会说我做的还不够自己这家吃呢 他会告诉你 主要是现在主要是在网上 因为阿乐就是说他们这边街上 因为大家都有住 实在他街上他这边竟然不好卖 他在网上卖 那网上呢很多又卖的 很便宜 但有的英文卖贵的 我什么民族的 我是遗族的哈 哦不是现在你在那个 某不管说是这个某多呀 或者说是在我们抖音平台呀 也是也是有 哦什么呃一百块钱就是就多少斤了 五十块钱就是就两斤三斤了 那种那我买回去 但是不敢买 其实我挺喜欢吃这种辣椒 但是我一般不敢再买那你要这么想吗 没心情敢怎么买呀 这东西毕竟是要进口的 对对对对吃的东西一定要那个 今天看一下 把关完了以后是阿尔家的后腿哈 阿尔家的后腿那罗哈 我还以为你说我的后腿 你的后腿 阿尔家的这是广卫吧 麻辣 这是麻辣的 嗯 麻辣的 广卫我家没做广卫只有阿尼加油 我家我我家我们都是大人 所以都是做的那个 可以卖的那里你就到时候你把阿尼的货拿了 可以啊 就行了吗 可以可以的 哎为啥你要在农户那里收啊 你你会做吗 会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这个东西确实假如说行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以前的话以前的话我们都是 嗯要么就是呃做来就是一年够够自己家一年吃 然后就是呃就是吃不完或者说是偶尔需要钱的时候会拿去摆地坛卖 那有的时候也去摆地坛也不怎么好卖 都吃点哈 好点 真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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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呃就是 他其实说他他都是农民都是在农村那每家每户也都有基本上 所以你拿去街上的话也就住在街上的人他没有喂猪的喂买 相当于这个样子 所以我做那么多好像也卖不完呀 没没想过说把这东西拿到外面去做啊 比如说呢 大城市呗 罗柯的意思说你卖在外面很多四川人他想吃家乡的味道他吃不着 对对对这个这个 对我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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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开着直播 我现在还开着直播 然后那个小黄车我有有有有有上年节 因为也是很多很多哥姐姐他在外地他说吃不到 然后很多都想吃我家腊肉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个链接 但是啊你啊啊啊啊你就过去上次挪户家去收了一点 呃有一家去收了三十八有一家去收的四十块钱一斤 你就过去我做过来那那叔叔也住这边 那叔叔也住这边 叔叔啊吃饭 吃了吃饭了 啊你你直接你也不给人家罗柯说一下 你直接把手机拿来对着人家罗柯 哦有点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就对着你而已啊 他在那边你没事你吃饭没事 那我们要给先跟人家说一下呀 哦对对对 嗯罗柯你看一下 看看看看有点不好意思吧 哈哈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真有点不好意思的都是我们的家人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假如说你确实做的这么好的话 我觉得真应该把这种优势发扬下去 让真正在外面喜欢吃这种那家乡辣味的这种人啊 他真的感受到家还存在对吧 哈哈哈是吧 是的我觉得这辣椒真好吃 我吃了很多了 还怪不好意思的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你的 我觉得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 哈哈哈哈 多久没吃过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对我们这个其实就像呃就是就凡个这个朋友呃罗柯对吧 嗯就跟你说的一样即使能吃到这个的话 嗯也算是比较那个的哈哈哈 幸运吗哈哈哈 你们在外地的话 因为你们就说就是没有没有我也是我也是就是 一下子那个怎么上来了 因为我没有 嗯也没有刹个鸡什么的招待我 不要热鱼最高标准了 所以我就只能说我腊肉很好商场很好 哈哈哈 这不是你说就是我真的把你作为个人来说 我觉得哎我因为我们在外面买了很多辣肉 嗯我很想吃香肠辣肉 那不是真有机会能买到 嗯买到这种这种比较经营气透的这种 农村宅才特有的这种嗯对吧 制作肥而不腻的这种很少很少 我们香肠的话是做的就是嗯就是三分肥七分瘦 瘦的多一点然后加点肥的进去 然后口感会好一点那这这个这些香肠的话 灌的时候可能就没灌均匀 嗯你看这些香肠的话就会瘦一点 这这些就好一点 这手工灌 对手工 手工灌的 对啊 只能手工没有 对 没问题了 好 咱们你们没有最大的啊 嗯 老丈人呢 呃关键土猪 对 很多他们都是知道的哈哥姐吗 他们都是知道的 你土猪 纯土猪羹就是说你在山上放一样的啊 这个跟跟你平时飼料喂养的是不一样的 来来 这个可以给哥姐们看一下 这个肉的话就是飼料飼料猪 这个是呃这个是凡哥在街上买的 凡哥在街上给我买来的新鲜肉 这个就是飼料猪 来 你们看一下这个猪 他这个猪肉的话他就会软啪啪的知道吧 知道吧 他不是那因为飼料催催长的吗 呃肉吗 他就是很软很软的那种肉质根本就不紧实 如果说是我们这种就是说 嗯 放养的放养的跑山猪或者说是粮食喂养的 那么他的肉质会很很紧实的 他肉质会很紧实的 看都能看得出来的 这也是很好吃 OK你看 我们给大家带四十九 其实 我们这这边如果猪价要是高高的时候 猪价也是十十多块钱一斤 猪肉都是 十多块钱一斤 你两斤两斤两斤七斤肉你只能熏出熏出一斤 有时候一斤都熏不出来七八两 熏干以后 他会那个 我们都是熏到就是五层干六层干 你那个后腿肉在几号链接 大家看一下 我忘了在几号链接 这个是后腿肉啊 对后腿辣肉啊 这是煮熟的后腿辣肉啊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就是你看晶莹剔透的啊 对 这在几号链接我看一下我也不知道 但是啊哥姐姐们啊 你们带回去的肉啊 因为啊 对是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给大家讲解的是后腿辣了 灯光下面的话 他会会感觉会亮一点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亮哈 哥姐们 没有那么亮 所见即使得啊 只是说是晶莹剔透的 对他 他可以 你现在这样的话 他就感觉他是亮的 感觉他是亮的 对 是不是 尤其你看这块肥肉的时候 知道吧 但是我们肥肉它是肥 不腻 对肥而不腻的 对 不会说哎呀我肥我吃不起 不会的哈 在六号链接是吧 不知道 你这每天能买多少啊 买的不多 不多吗 如果买的多多少 就直接我就拿阿尔去 呃去 庄业去做这个了 最后卖的不多 所以我现在不敢拿他的去弄 这么好的品质 我觉得应该用线下的方式走一下吧 应该 但是我们这边 但是我们这边街上 大多数多数人都有啊 街上还专门有一家专门 外面去吧 就大城市去 我去不了呀 我能干这个事情啊 可以 凡哥不是知道我在搞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啊 嗯 真的我觉得 我本来是想说那阿尔自己先 试着带一下 如果说有钱赚 那么那阿尔就去 就说多长点子去做这个 嗯 但是我们 但是熏腊肉的话 我们一般大夏天 我们是不会去熏的 夏天熏的腊肉不好吃 大夏天我们不会去去熏的 一般都是 呃 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 基本上就是这三四个月在做 锅冷都不做了 那他不好吃 其实只能说你那段时间可以多熏一点 嗯 熏了以后一直化着 他不会不会 不会变样也不会变味了 现在你们还能熏吗 嗯 这段时间不会不熏 天气太热了 他是因为这样子 为什么 他是因为冬天的时候 他们一去人民都烤火 那么他那时候都放火 我上面烤 我们都就是就是木炭 就是柴火 柴火 柴火煙熏了 而不是说 呃不是说那些什么其他什么 这个尿那个尿 他去熏了不是 你就是 而且不是说你像那种 有很多你们 有很多你们 你们能在外 外面买到的 可能就是那种 炸炸的熏个两天三天 样子给你熏的很好看 就是很红很红 看着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但是你是这样子的吗 是啊 我们买到就是这种啊 我就说 行我们 老家人拿的不是这样的 对 你觉得那都是红色的那种 是吧 很红的那种 而且那柔都是 乳白色的 没这种 这种 哦没有这么 没这么的 tony 不一样的啊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跟首先跟肉 猪肉本身有关系 猪肉本身有关系 完了以后他跟熏的有关系 他那个根本就是没有熏的 相当于 美女 那个什么 嗯 没有这个 这个好 不要烦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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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挡着我了 嗯 不用真不用了 真不用了 我不吃了我吃点菜 我吃点辣肉 我吃点辣肉 等我多吃一点吧好吧 他给你那个 他给你拿点 真真不用了 我吃点 你要挡着我 你用另外一个碗吗 另外一个碗给 不不真真不用 凡哥真不用啊 我吃点辣肉啊 你这整个我辣肉都吃不了了 真不用真不用 要要要 哎呀 这 没事没事 这还有 这还有这还有 这饭这边 这有 好好好 你给他个晚上把成年汤 这个汤好吗 这什么汤 这个你就没有喝过了 肯定绝对 没有 应该没有吧 绝对 土豆你喝过 但是土豆里面加的这个 你 你是绝对是没有吃过的 这个 你看的像什么 没弄懂 没弄懂 这什么都有 这是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这是酸菜 酸菜为啥是这种啊 但是晒干的嘛 先去做酸了以后 拿去晒干的嘛 就是干酸菜嘛 这个是我们遗族的特色 可以说可以说这个 这个酸菜只有我们一家人有 来 哥有 大概有几斤 就是干的酸菜 说实话我真想说中国做一下这种辣肉 因为我们没有支援 我们在武汉杭州这边都有支援 可以的 那到时候 这个辣肉你们这儿吧 你做出来成本多少钱 教你自己做的话 自己做猪是自己家的 但是现在猪肉也要卖10多块钱一斤 对不对 那你算下来 那你要说成本人工这些就不要去算了 人工人工啊这些就扎起辣吧 你让我算 我也我也我也给他算不来 只是说 只是说他的猪 猪肉的这个哈 我就说现下哈 我上次就是去融合下去收购 收38一斤 40一斤 我说你自己做 我要是自己 我要自己做的话 猪也是家里面的 家里面的 一头猪卖掉多少钱 大概就只算这个 你卖给我多少钱 哈哈哈哈 我想卖 我想真的要试一下 我真的要试一下 现下不好搞啊 因为 现下不好搞 但是我说 二人没有做过 现下还不懂 二人你知道 二人现在卖三文件 他怎么卖的吗 怎么卖的 他120 20块钱的 呃 说本身120块钱呢 他就卖129 有费 七八八双一下 对我现在腊肉 腊肉我也是40说的 然后我给他带的是19 那如果是我们现下这样做 亏死了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 所以我没有说 那他去做现下 因为我们是想成本事实 没事呀少赚一点呗 亏本的 能工不要钱吗 哦 你们不要去算那些人工了吗 我都跟你们说了 那我们不可能自己去卖 我们要挺能卖的傻瓜 你看一头猪 现在的话 这边猪 猪价现在8块 就是毛猪 就是 他的交集 知道 好谢谢 知道 我猪卖8块 然后 你200斤的猪 你200斤的猪 然后你会 呃 那个 200斤的猪 熏出来100斤 100斤都不到 5脏6腹 这些抛开 以后200斤的 200斤猪 能熏出个 80斤 80斤辣肉 80斤辣肉 200斤猪差不多能熏出80斤辣肉 你不管这个 你就算一下 大概你就是 那肉做出来 一斤成本要多少钱 那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 你说我们要卖多少钱 我们才能赚钱 你如果我就是自己 自己家里面做的话 一斤 一斤大概 你就不要 你们你们能不能 不让我算那个什么 人工什么的 你肯定要算的嘛 哎 肯定要算的 这个东西 没事 你要的话 就没事 对不对 你要的话 又不用去讲这些 其实我想靠这个 赚点钱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能卖出市场 这么好的东西 让其他产品 然后把这个香肠 腊肉的 好东西 把这个埋过了 我这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 最供应他 他跟很多超市 他跟全国超市有合作的 那时候 可以把你的腊肉 做到超市去 卖到全国去 但 但前提是 你们得赚钱 他不可能 你打个比方 你本钱是40 你卖个45 那你会让我朋友 会死的 不会啊 45就赚了5块了 不 你还有很多隐形成本的 知道吧 利润点 你要分毛利和存利的 你40只是你的 毛利的吧 40是他的成本 你40是你的成本 然后还有你 还有你其他费用呢 你做的时候 有点损耗呗 不管说 你今天找个比方说 我也不知道 那你要如果说 现在飼料猪 都是8块钱一起 这边 飼料猪 如果这是土猪 然后放在山上 放在山上的 就是那个茶 一厅大约熏六两 对差不多就是半斤 看到了 没自己看到了 谢谢 买的辣的好吃 谢谢 谢谢 紫色的风 来 拍过我家腊肉的 好吃的 好吃的 你们去我的店铺 给我做一下好评 谢谢你们 辛苦一下你们 这粉丝他们都买过了吗 之前有很多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家的 我都带过 我把自己家的都买过 他们反馈如何 都说可以 最好吃 而且都说的 跟他们当地的肉 那个买回去的肉 是不一样的 都说了 你就跟别的直播间买的都不一样 为什么敢这么说 因为我在此别的直播间买过 你买过吗 我之前买过好几次 哎 昨天我在商超买的 因为我们在商超里面跑的时候 然后顺带我们就买一点回去吧 因为我特别想吃我们四川 商超 商超拉肉 有时候我跟你讲 商超你可以去试一下做 但是 你不能像阿乐 不可能模像阿乐这样子做 比如说 像阿乐这边 他做的还成本了多少 然后 然后 然后我们就给阿乐 赚个一两块钱 就请那两块钱 土猪的话我们现在 就一斤 我们给他赚个 一两块钱 如果说是纯土猪 就是跑山猪的这种 这种猪肉的话 你要做饼 你要做质量做饼牌 不要跟别人比价格 比价格那么只会质量越多越差 是吧 对 你就 我觉得真的把你好东西 不愁地买的 对 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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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人他都不懂 很多人以为 他很多人认为 这个肥肉 这个肉跟这个肉是一样的 他就会认为 知道吧 不一样 感光上都有差别 对 我们知道的 你看一下肉 哦 我走不住了 我觉得好东西 他 白了的香肠 两张鸟 已经白过了 挺好吃的 谢谢 谢谢 对 对 你们在那个香肠 在二号立节 三号立节 好像 是不是 这 这人卖多少 这一天晚上 你们这人弄一下 卖不了多少 那没有 那我觉得可以有必要 你走一下线下 但是 你能真正起到一个 推广的作用 但是 存土猪的话 主要是我们 主要是我们做不过那些 就是 新新出来以后 真的要 其实我是那种 要辅到40 要辅到40 很可能 很可能我们是 最好都要辅到三十七八 高科技的 那这种办法 呗 然后你们就把这个事情 交给我来做 我准备去怎么推广 我直接拿着热盘 朝 刚才门口 试试呗 对 试试 对 要试试 试了好吃 你才买 对 我在商事里面 我本来产品 我就觉得 OK 对吧 我又不怕 你要直接来一个人 一单多少 一单49 应该是一斤 一斤 一斤是49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 既然本身东西就好的情况下 我不怕 我不怕被质疑的 这东西本身就好 对吧 这话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东西他不怕检验的 到时候你检验 相反会把你的品牌价值提高 对 对 就像我之前带 在这个他们 他们都直接都说了 跟他们之前买到的是不一样的 就说这个 真不一样 反正以后 真能吃出感觉 说实话 你看这 这这这肥肉肥而不腻了 嗯 而且猪皮也嚼得动 而且我今天这个猪皮我没有烧 很香 如果我们煮之前 要把皮拿去烧一下 那就 根本就不会说 觉得你嚼不动 不会 很香很香 但是我今天这个没没烧 因为我看时间感 你来了 老师老爷爷肯定做得起来 对 对 第二个时间 就是呃 凡哥的凡哥一直都说的是 要做支架要做支架 他来 他来这边 不是说那个啥 呃 他本身自己自己都有忙忙的事情 然后他来的呃 这边就是一直 其实可以说他一直在围着我转嘛 然后他说 他就围着我转嘛 然后他说 他就围着我转嘛 然后他说 那我昨天还没有给你转 你就生气了吗 哎 别别别别说了 别说了 哈哈 哎 哎 啊 没事 尴尬了一下 又 没有没有我说了 是我不能说话不好吃 我说了 哎 没什么没没没没事 你今天又继续去洗脚 你 没有没有不洗 还呀还呀 我都没说了 你还要不洗了 我再也不洗脚了啊 再也不洗了 再也不洗了 再也不洗了啊 那这个 螺蛇 你还要不要洗 啊 螺蛇那样子 不行不行不行 我没女朋友的 我没老婆的 但是 没有女朋友 但是我喜欢那种放松的感觉 就是单纯洗个脚 真是单纯洗个脚 没其他的啊 那 那 单纯洗个脚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为什么不接电话 他真没电啊 手机 没有啊 我打的时候是通的 他就是 还在帮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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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你笑死我了 你 哼 你 我看了你 我看了你 你走一大公司 你家伙给你耍充电宝 嗯 嗯 解释一下呗 不不不不 不用解释的 没有 我们要转移话题 不用解释的 继续盖来的话题 嗯 那多少钱一斤 就是说你会 就不会亏本 要你不会亏本 不能让你亏本 你亏本的话 这事就不要做了 嗯 大概也就是40 45就不亏本了 还40 嗯 我们可以试一下 真可以 我觉得好东西 要4045差5块钱呢 那怎么那量大了不得了 娘娘 娘娘 吃饭 来吧 嗯 拍了夹几 好谢谢哥姐们哈 没有去带的下方黄车 你们自己去带 但是的话哈 我今天没有煮那个 没有煮五花肉 其实的话 呃 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哈 我们的叔叔阿姨和哥姐们 他们一般是喜欢吃五花肉的 喜欢吃五花肉的 五花肉是半肥半瘦的 但是你去吃的时候 他不会腻哈 不会觉得很油腻 知道吧 因为他不是这个饲料猪一样 像饲料猪 我又给大家打出来了 像饲料 像饲料猪的这种肉 反正我吃不了 我真吃不了 因为因为会感觉 感觉不仅仅是会很油腻 而且那个肉你你咬的时候 他没有那个嚼劲 知道吧 哥姐们 这个肉就是很紧实的 它就会有嚼劲 知道吧 这个像这种 像这种 像这种 这种就是 这个是凡个街上给我买来的 我放在闭箱 然后现在炒给客人吃 客人也没怎么吃 就是 他这个就是啪啪肉 知道吧 这和正比还是有差别的 看 就我们四川人 你们 如果以前 我不知道可能 但你们没在农村长大的 你们应该不知道 你们在农村长大的 你们去看一下肉 你就能看得出来 不一样了 肉眼都能看得到 我真能看出来 就是我们不懂的人 我都发现 哎 这有比较的嘛 你看 你看这 这有比较的 不透明 一个透明 哎呀 我给你说 我给你说 合适的话 我们整个几千斤去试一下 好吧 几千斤能做吗 几千斤对我们来说 算是 算是 试一下 我们要 如果真的是 线下可以走的话 我们都是一车一车 都是几顿走的 对 谢谢谢谢 但是你要几千斤的话 要得去 我家里面去买猪了呀 买呗 我们家里面没有那么多 谁这样煮光 刚刚阿尔也煮了一户 阿尔爸爸也煮了一户 那么干杯 干杯 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啊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香菜 没有实在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你 我如果说是住在爸妈那边的话 有鸡有猪 可以给你杀个猪 不用 这就是最好的了 这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住在这边 这个没有三天不能出现的 只不见哈 干杯 干杯 这8加1 这不是8加1 这个是饮料哈 这么给你喝 不介意吧 喝 那你去喝 喝 哈哈 他最整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烤菜也好吃 嗯 吃的太多了今天晚上 其实晚上我不吃东西的 啊 但是我看到这辣椒香肠 我真想吃 这么讲究的吗 晚上来不吃东西 你很瘦啊 可以在虚啊 嗯 脂肪肝 不应该要更吃东西才能活吗 有摄入太重 脂肪肝尿酸这些都 都要什么都高 你吗 嗯 不愿几千斤呢 少少点试一下 可以 少一点吗 少一点 你卖不掉 不是 我就那个啥 对不对 可是有那么多店的吗 你不可能 假如说我们去卖东西的话 我们就 说实话 我们做批发的话 我们跟你零售不一样 对 我们是给 我们现在也是不仅是做批发 我们给批发店货货的 对 但是 但是土猪腊肉的 能不能批发这个价格 不 你这保证其实都是多久的 其实啊 如果我们是让那个 什么给我们贴了贴了标 这样子的话 90天 他就会给我们说 就是三个月嘛 其实那时候他没有保持期的 说实话 一年到时候都可以吃 我想也是 因为我在跟别人家看到房梁上挂的这么久 对 我们就是直接就对 一直都这么挂着的 长霉了都能吃吗 没有一点点问题的 但我们这边就是不会说长霉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烧火 所以他就不会那种 完了以后你要是有拿去放在冰箱啊 这样你三年五年都没有问题 其实你放在冰冻的话 对对对 一次对吧 对 一到时候拿出来吃就行了 就说白了 腊肉他是没有什么 没有保持期的 只是说 因为你要做这个你要卖这个的话 你要找那个什么给你接标 要不然的话他不能很多少量发可以 发量多了 快点不给你走嘛 然后你就要去做这个标签给你弄的话 他会说是 怎么现在叫了吗 没有给主播亮的灯牌了 给主播亮的灯牌了 我们直接去拿你想一个店 我们做民生 我们做批发的和你们做这种可能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去一个商场或者超市里面卖这种东西啊 你不可能说就拿个几袋在那里放这呗 那谁能买啊 对也对啊 你像一个凉米长的那种 架子框框 摊子嘛 这种摊位嘛 嗯 你凉米都你摆了多少东西呢 你摆嘛 你最少一个摊位 一百点两百斤要吧 是吧 你卖这东西我们做批发 那不是以前有句古话说的好吗 货卖堆三 就是货越多越好卖 然后我们还有试吃 对吧 也对也对也对 还有试吃 然后你要是一试吃 诶人家觉得诶 诶 这才是老家的味道啊 你们真的是太会做生意了 哎呀 这跟别人学的 哈哈 太谦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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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们第一箱弄的话接下 罗康你可以 这个事情你可以跟阿尔商量一下 那我们先定一下一步 先弄个多少斤 你能做多少 其实不是现在不能做 不是现在不能做 是因为他们平时做的话 是因为是自然的 不需要特意去吃 因为他每天本身就要烤火 那现在去做的话 就等于说他要特意去烤火 嗯 对吧 他如果冬天做的话 他冬天本身就要烤火 他不需要另外去拿 可能能够熏出来的话 能够熏出 熏出可能 八九百的一些样子 现在的家里面住 哎太少了 嗯 那边你不能说 我们二三十个店 有这么好吃吗 我觉得真可以 我都是吃习惯 我觉得 对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突然想吃的时候是真好吃 给他看一下 哎 不好意思 没事 给他看一下就是 这个哈 正宗的四川辣肉 四川土足辣肉 对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是后腿肉 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色素这些添加剂啊 就是原汁原味的 我们家的 我们家的土足辣肉 大家就没有吃过正宗土足辣肉 赶紧拍啊 跟你们 如果你们已经也在别人直播间 或者在商店里面买过的 那么你们可以去拍一张试一下 跟你们的跟你们以前吃过的 是不是一样的 我跟你讲 肯定是不一样的 吃过 吃过这种就是正宗的土足辣肉的 你们就再吃不了其他那种 就是皮很黑的那种 做个烤麻专烤辣肉吗 可以啊 我们不要烤房啊 我们都是都是一年四季 我们都要烧火了 这你们这房子就是熏的这么黑 给大家 对对对对 在房子熏的 就是因为烧火 就是一直熏的吗 就一直挂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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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不 如果一直熏一直熏 你会熏到最后很黑很黑 所以我们会拿到楼板上再去放 如果放在下面的话 他 他会把你熏的太干了 也会那个 后腿都啊 现在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 所以熏的差不多了 我们一般都是熏个就是说 两三个月 熏到两三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 每天都要用柴火嘛 每天都要 其实我们取暖就是烧火嘛 每天烤每天烤是不行的 所以等到那个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给他放放到楼板上去了的 你在指什么给我看 我现在你朋友罗柯在这儿 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就那个啥了是不是 我今天晚上吃了两碗饭了 不能再吃了 吃饱了就好 你一吃太饱太饱了 吃饱了就好 还喝了一碗汤 这只要是我这边那个 哎呀 这里怪不好意思的 真是 下次再来玩嘛 下次再来玩 下次再来玩 就杀个猪给你吃 真的吗 对 你们这里面猪和外面的猪 还是有区别是吧 区别大了好嘛 就是不吃 你吃 饲料要花钱了 所以我们不给猪吃 并不是说也不是说不想给猪吃 是我们没钱去买饲料 我们种地都是种的十几摩 几十摩的种 种来 其实在你们城市里面 你们 你们城市里面 你们觉得就是说 种玉米 感觉是人吃的吗 其实我们玉米是拿来给猪吃的 土豆拿来给猪吃的 红薯拿来给猪吃的 然后平时就割点野草去喂猪 烂的菜叶这些拿来喂猪 这样可以了 然后 你没有种专家的时候 猪都是放山上的 自己去找吃的 那猪能找到你家吗 那不怕跑丢啊 你跑丢了 你偶尔去看一下 给他撒一点 经常性习惯性的 在一个地方撒一点玉米在那里 你人 只要你 他能听到你人声音的时候 他都会跑来 他知道 他知道人又去给他送粮食去了 嗯 不会丢的 就是 这个 跑山猪对吧 对啊 就是跑山猪嘛 哦 但是现在种庄稼的季节了的话 我们要给他赶回来 倦阳 因为 还怕跑到人家的地里面去 把人家庄稼吃了 他又要赔钱 带他来 他之所以肉质这么紧实 其实原因就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他 嗯 有段时间是 放在山上放两个 所以他就会是这样子 要不我们想个办法 弄个两三十斤斤 试一下呗 家里面的 家里面的 爸妈的 可以啊 可以啊 我给你 先打开市场吧 我给你讲 无非是什么 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价格 既然我们都是朋友 但是你成本要算清楚 阿尔刚才说了一个话 阿尔说成本大概40到45 但 你知不知道 如果量大了以后 到底是40还是45 这差很多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到时候 如果能走量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 一次就要 哎呀 那个没事 没事嘛 反正钱又不是我出的 你们两个要去买猪 那么 买的猪也是你们两出的 对不对 我虚音的话就没事嘛 虚音的话就是我帮你们虚嘛 那有没有说 我不收费